固态硬盘这个早些年属于高端奢侈品只有小部分土豪才能用得起的硬件 随着TLC颗粒的普及已经走入了家家户户的电脑中 无论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都存在他们的身影 在选购固态硬盘时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某些评测文章或者视频 提及某款固态硬盘是有缓存方案还是无缓存方案 在关于性能测试的部分经常会听到固态硬盘的缓内速度和缓外速度这一概念 这里边这个缓存指的究竟是什么对固态硬盘的性能又有什么影响 固态硬盘的缓存主要分为外置DRAM和SLC Cache 这两个缓存的概念和用途截然不同 为了理解它们的区别和作用 我们首先要从固态硬盘最基础的工作原理开始了解起 这是一块三星的970 EVO Plus 2TB固态硬盘 撕开表面带有型号和参数的贴纸以后 就能看到构成固态硬盘的几个基础结构 其中主控控制着固态硬盘数据的读取和写入 写入数据时 数据会经过主控处理 随后被存放在Nine的闪存颗粒中 读取数据时 主控会从Nine的颗粒里找到数据 之后通过M2接口和PCIe总线 发送给计算机的其他配件 这块970 EVO Plus有两块Nine的闪存 每颗容量1TB 两颗共同组成了2TB 主控和Nine的颗粒中间是DRAM缓存颗粒 里面存放着文件的逻辑物理映射表 FTL表 要理解这个映射表有什么用 我们就得拆开Nine的颗粒 看看它的基础结构 Nine的颗粒由多层晶片Dye Chip构成 每个Dye Chip有两个区Plan 如果我们再对区进行放大 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排列整形 横纵交错的结构 这里边最基础的单位是浮山晶体管 碍于篇幅限制 我们这期节目不会详细详解 浮山晶体管的具体工作原理 你只需要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一个 可以存储电子的结构即可 我们用一个方块作为简化模型替代 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假设一个浮山内 最多可以存储7个电子 当电子的数量大于等于4个时 判定数据是0 电子的数量小于等于3个时 判定是1 这就是SLC颗粒 每个浮山晶体管只能存放1比特的数据 而MLC颗粒 每个浮山晶体管可以存储2比特的数据 也就是001 1011 它的电子有更多的状态 6到7个电子对应的是00 4到5个电子对应的是01 2到3个电子对应的是10 0到1个电子对应的是11 而TLC颗粒 每个数量的电子都对应一个数据 所以每个浮山晶体管就可以存储3比特的数据 在早期的时候 由于技术的不成熟 固态硬盘的浮山晶体管是平铺在晶圆上的 平面结构很浪费空间 为了进一步提高数据密度 厂商们设计出了可以垂直堆叠的浮山晶体管 这样在相同的面积下 我们就能塞下更多的晶体管 获得更大的存储空间 由于垂直的英文单词是Vertical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管现在的固态硬盘的颗粒 都叫V9的原因了 这一送六十个浮山晶体管被称之为Chall Stream 横着的一行被称之为Ye Page 这一面被称之为Hall Raw 而这一小块区域被称之为区块Block 为了能让数据被精确的读取 区块的旁边会有地址解码器 它可以选择要激活的Ye 激活的数据会通过上行电路上传到最顶部的位线 送出9的颗粒 但是同一层的Ye 是共享一个解码器的 所以为了能精确的选择要读取的Ye 地址解码器的对面是未限选择器 这样在一瞬间就只有一个Ye 是真正被激活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结构 通常来讲固态硬盘读写数据 是按Ye为单位进行读写的 我们可以简单算一下 这个区块一共有20x5x10 也就是1000个浮山晶体管 如果它是TLC颗粒 每个浮山晶体管可以存放3比特的数据 也就是说这个区块总共可以存放3000比特的数据 如果你想存储1MB的文件 就需要大约2800个一模一样的区块 事实上真实的固态硬盘的区块 长宽高都要比我们想象的夸张的多 比如我们又举例的这款 三星970 EVO Plus固态硬盘 它就采用了三星最新的V6Nan的颗粒 纵向就堆叠了120多层 叶的长度可能会达到几万 甚至十几万 区块的宽度大概是5到10行 区块的数量也可能破万 数据密度非常的夸张 仅单颗颗粒就可以达到1TB的容量 大量的区块构成了一个区 Plan 区的旁边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地址解码器 数据从位线出来以后 还需要通过一个页面缓冲区 才能送出9n的颗粒 为了进一步扩大存储密度 工程师往往会让两个区 共用一个地址解码器 再配上一些供电和数据电路 就构成了一个DiChip 多层DiChip叠在一起 就构成了固态硬盘表面上的黑色小房块 nand颗粒 nand颗粒就有点像一个房间超多的单元楼 只不过里面的房间住的不是人 而是代表数据值的电子 当我们需要存储数据的时候 就往房间内存放一定数量的电子 读取的时候就看那个房间里 有多少个电子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 这房间的数量这么多 如果我们在写入数据的时候 不记录下电子存放的位置 到时候再去读取这个数据的时候 无异于大海捞针 所以电脑申请向固态硬盘内 写入数据的时候 主控会先根据情况 挑选nand颗粒里的一块区域 为了方便后续的读取 在写入数据的时候 主控会记录下数据存放的位置 比如说第二颗颗粒 第三层DiChip 第一Plan 第114区块 第51页 然后将这个位置信息 保存成文件的FTL表 也就是逻辑到物理位置的映射表 存放在DRAM颗粒中 下次读取这个数据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到DRAM缓存中 查找文件的位置 然后直接到遁印的区域读取即可 这就是DRAM缓存的第一个用途 存放文件的FTL表 DRAM缓存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缓解写放大 固态硬盘写入数据之前 必须要先擦除整个block区块 由于固态硬盘最小的写入单位是页 即便文件不足一页 也会占据整个页 当所有的页都占满以后 下次要存放数据时 就得把不足一页的数据 先搬出来合并 擦除整个区块以后再写入 加速硬盘的寿命磨损 所以每次写入新数据之前 部分主控会根据情况 把带写入的数据先放在DRAM里 等存够一页以后 再写入进Nine的颗粒中 长时间使用后 部分被删除的数据 也需要释放一页的空间 所以部分厂商也会借助DRAM缓存 来做GC垃圾回收 和磨损均衡等功能 不同厂商的算法不同 但DRAM缓存的用途 大体都是接近的 一般来说 1G容量的Nine的颗粒 就需要匹配1MB的FTL表 缓存空间 部分厂商为了节省成本 控制固态硬盘的价格 有的时候会选择小缓存方案 1G的容量 可能就配0.5M甚至更少的DRAM 只在DRAM中 存放部分经常用到的数据的FTL表 完整的FTL表 则存放在Nine的颗粒中 虽然缓存里的不是完整表 但是总比没有强 部分主控也可能会集成32MB 或者64MB的小缓存 所以固态硬盘的表面 是只有主控和颗粒 你是看不见DRAM的 当然这类固态硬盘 也有可能是无缓存方案 这种固态硬盘 所有的文件FTL表 都存放在Nine的颗粒内 但是Nine的闪存的速度和延迟 远远不如DRAM缓存表现好 这会使得读写数据时 主控花费大量的时间查表 导致硬盘无法发挥全部的性能 所以就衍生出了HMB技术 由于Nine固态硬盘 都是走PCIe通道来传输数据的 我们可以通过PCIe高速通道 找内存借用一部分空间 来存储FTL表 在每次开机的时候 往内存写入部分常用数据的FTL表 这个空间大小通常是64MB 和小缓存方案是一样的 效果肯定是不如固态硬盘自带的DRAM 但是也是总比没有强 我们用于举例的这块 三星970EVO Plus 2TB 则是配置了2GB的DRAM缓存 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数据 都拥有他们自己独立的FTL表存放空间 再也不用担心主控 因为查表导致硬盘性能出现下降 对比无缓存方案 在速度稳定性和高负载场景下的性能表现 要好上不少 固态硬盘内 除了外置的DRAM缓存 还有另外一种缓存 SLC Cache 我们在对固态硬盘进行大文件的写入时 会发现在开头的一段时间内 固态硬盘的速度还能维持在一个较高值 但是写入了部分数据以后 硬盘就开始出现了掉速的情况 开头这个较高的速度 通常就被我们称之为缓内速度 后面掉速的速度 通常被我们称之为缓外速度 为什么固态硬盘会发生掉速 而不能一直保持高速呢 这还需要回到固态硬盘最基础的结构 浮栓晶晶梯管上 我们知道SLC的浮栓 只有0和1两种状态 SLC在擦写数据时 只需要大力出奇迹 擦除的时候 尽可能多的把电子赶出去 写入的时候 尽可能多的把电子吸入即可 浮栓里的电子 只要高于某个状态就是0 低于某个状态就是1 它不需要做到很精确的控制 但是MLC和TLC 由于它们每个晶体管内的 电子状态较多 浮栓在擦写数据时 就不能那么忙 得细微的调整电压 确保要存储的电子数量 和存储的数据对应上 精确控制往往会比 粗略控制难度更高 这就好比丢实心球 让你用力丢很远比较简单 但是要你精准的 丢在某个区间 难度就会提升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 TLC写入3比特数据 花费的时间 会比SLC写入1比特数据的 时间要长 这时候假设你要存储 12比特的数据 TLC会动用4个浮栓晶体管 而SLC会一次动用12个晶体管 由于单个SLC就比TLC快 且同一瞬间 SLC动用的晶体管数量更多 因此在速度上 就会比TLC高不少 但是由于SLC 每个浮栓晶体管 只存放1比特的数据 数据密度低 需要更多的难的颗粒 才能达到相同的容量 单位存储空间 所需的价格 就会直线上升 比如说三星的 纯SLC固态硬盘 983ZET的价格 达到了2800 单位价格是 常规固态硬盘的 三四倍多 为了缓解TLC 写入速度慢的问题 厂商们想到了 一个新的方法 由于福山晶体管 本质上结构是一样的 它到底是SLC 还是MLC 又或者是TLC 只是主控读写策略的改变 主控人为的把某个晶体管 区分出八个电子状态 那它就是TLC 人为的区分出四个状态 那它就是MLC 那既然这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 让一部分TLC固态硬盘的区域 每次写入的时候 也只写入Ebit的数据 把它模拟成SLC的状态使用 那这样我们写入数据的时候 先往这一部分 被模拟出来的SLC区域 写入数据 速度就能维持在一个较高值了 等硬盘闲置下来以后 再把这部分缓存的数据 写入到TLC内 释放这部分区域 而这部分区域 就被我们称之为SLC catch 但是SLC catch不能无限大 因为SLC catch需要占用原本TLC的空间 所以这个容量会随着 你硬盘的占用空间的增多而减小 就算是全盘SLC模拟 所有的TLC在一开始 都能当成SLC用 只存储Ebit的数据 你可用的缓存容量也只有总容量的三分之一 当SLC用完以后 主控就只能硬往TLC区域写数据 此时速度就会降下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不抬硬盘在写入数据一段时间以后 会发生掉速的原因了 而我们举例的这块 三星970 EVO Plus 2TB 它配备了222GB的SLC catch 其在空盘状态下 缓内的写入速度可以达到2.9GB每秒 写入220G左右的文件以后 缓外速度会降低为1.5GB每秒 由于读取不受缓存机制的影响 速度可以始终维持在3.1GB每秒 只有当硬盘的整体使用空间超过1.6T以后 缓存容量才会出现逐步下降的情况 SLC加速我觉得有利也有弊 在一定程度上 它可以极大程度地提高 固态硬盘的使用速度和使用体验 如果没有缓存加速 TLC的跑分和性能测试 绝对不会有现在这么亮眼 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少会去进行超出缓存之外的数据写入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到的其实就是SLC缓存的真实性能 你获得的体验和SLC是完全一致的 直到缓存用完了 你的速度才会掉到TLC的水平 那像这块2TB的三星970UO Plus 它的缓内测试成绩非常亮眼 其顺序读速度达到了3.3GB每秒 顺序写速度也达到了3.1GB每秒 对于日常使用影响最大的4K随机读写方面 也分别做到了280每秒和84MB每秒 在SLCCatch的加持下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99.9%的使用场景下 都不可能用得出来TLC和SLC的区别 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就足够了 当然固态硬盘的擦写次数是有限的 存三个数据和存一个数据都需要执行一次擦写 而SLCCatch的存在无形间就会提高擦写次数 降低固态硬盘的写入寿命 全盘SLC模拟的固态硬盘一旦爆缓存 在写入数据时可能会造成预期三倍的寿命磨损 也就是三倍的写放大 动态SLC模拟也会造成1.5到2倍的写放大 当然厂家们也会想出各种解决方法来缓解写放大 像三星的这块970EVO Plus 2TB 就配有Turbo White技术 有6个G的独立SLCCatch 在写入数据量小于6G时 使用独立专有的SLC区域 而不是用颗粒本身的TLC去模拟SLC 只有当数据量大于6G时 才会启动TLC模拟SLCCatch 在日常的小文件写入时 这能极大程度的环节写放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三星敢给这块2TB的硬盘 5年1200TBW的质保了 OK 到了这里你就算弄清楚 固态硬盘DRAM缓存和SLCCatch缓存的基本原理了 希望以后在选过固态硬盘时 对你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就请不要忘了关注我们并一键三连 我们是全职up主 你的三连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各位的耐心观看与支持 我们将持续输出干货满满的软硬件知识 这里是硬件茶谈 我是弗莱麦茶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